大家好 今次我做了玉和苑十三室 一起看一看十三室的圖籍 看看清水房 這是一個沒有房的單位 有廁所浴室和廚房 一起看看3D效果 放大一點 首先是Basic Class 看看沙發可以怎樣放 其實周圍的牆都可以放到 這個位置都夠... 夠長 不過可能這樣放的機會達熱 這裡都可以放到 中間這個位置應該是最經常的位置 對著一幅牆放電視機 這個甚至是可能的 如果這樣插開了中間這個位置 接著就是看看床 那床可以怎樣放呢 雙人床呢 其實這個擺法都OK的 那就... 不過呢 隔不了房 因為會變成套房 其實好像沒什麼意思 要是這樣擺 都可能闊落一點 中間其實都放不了床 除非是放單人床 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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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裡呢 都... 近窗後呢 都是很難放到雙人床 只能放到... 單人床 對了 所以門口旁邊 就是廁所在外面 如果不間房間可以放到雙人床 間了房間就應該... 就比較難一點 都很難 這個應該是最有可能的 一起看看3D後果 放大一點點 放大一點 就是... 儘量在不同的位置 間房間 那窗口裡的位置 其實可以在間房間 如果... 用這個斜的牆 其實是可以的 加上廁門 還可以放到一個衣櫃 那... 近門口旁邊這個位置呢 一天門口... 就是... 這個應該是左邊的位置 可以放到一張單人床 對... 只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拖門 這樣... 然後... 裡面可以放到一個衣櫃 不過這個都不似實際 我覺得...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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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劏房單位 接著是第一個 扣司 這次用兩張人床 隔了房間的位置 做主軸 這兩間房間是一樣的 中間可以放置兩座位的梳化 對著電視機和電視櫃 餐桌就要貼著這張梳化 可以坐到三個位置 如果大家不喜歡放置 可以把我拍在牆上 這樣 怎樣都坐到兩座位 這兩座位置 廁所邊這個是洗耳機 對 不能放在雪櫃 雪櫃放在大門口旁邊 對 對 餐桌如果有三個位置 這張椅子可以放在牆上 或者放在其他地方 對 如果有地方 對 那 那這兩個位置 都可以看到電視 對 一起看看3D效果 好 轉個圈先 好 放大一點 當然選擇多房 冷氣機的安排 比較頭痛 它也是一個冷氣機位 不過 這些可以問一下 做冷氣工程 那些公司可能會有些idea 那 那 到第二個構思 那 就 留一間單人廠的房 那 其實廳都很闊落 那 可以放回三座位的梳化在中間 對 對著電視機和電視軌 那 這個demo容易看的關係 那 電視軌 只有下面的軌道 那 如果大家需要 多些的存在空間 可以買一些高新電視軌 上面可以放東西 下面可以放東西 那些 那大家注意 那 這個電視軌 和這個餐桌 中間的通道 對 如果放高新的電視軌 這個櫃可能會有些窄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對 就是根據大家的體型 或者對空間的感覺 去 再 調節 收拐 變成屬於你的 想法 那 那 櫃口旁邊這個位 就放了 餐桌連四個位 那 後面這幅牆 這裡 就放了兩個 書櫃 對 或者高新的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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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櫃是沒有門的 如果大家想要防塵可以買一些有門的櫃 梳化的另一邊就放了雪櫃 近大門口 進去旁邊這個位置 就放了兩個大衣櫃 L型的擺放 或者是L型的衣櫃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用途可以隨意去修改 這只是在開始點 是一個Template 一起看一下3D後果 我放大一點 然後就去到第三個櫃 這次的房間就放在窗口旁邊的位置 裡面也有一個衣櫃 那房間外面就放了一個雪櫃 雪櫃旁邊就有一張餐桌連四個位置 廳中間就是廁所外面 就放了兩個半截櫃 用來儲物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這個櫃 和房間的中間的通道有點合宅 如果大家覺得這裡 其實這裡不需要這麼多櫃 不可以 很擠 我可以隨意刪除 或者不要櫃 可能口果會更加好的 放一些薄身的鞋櫃 就放在這裡 然後在門口旁邊的位置 就可以放到一個L型 放到1.5個大衣櫃 就是雙門街的單門 或者買一個L型的衣櫃 或者大家覺得太多了 一個已經夠了 或者我喜歡這樣放 然後在廁所門口 一出來的位置 就放了客廳 放了三座位的梳化 對著電視機和電視櫃 梳化旁邊也放到一個書櫃 大家如果不喜歡這個書櫃 可以不用 可以買一張更大的梳化 這張可能是梳化床 那我這裡可以拉出來 可以睡多一個人 或者在這裡 多一個床位 對了 那一起看一下3D後果 我放大一點 然後到第四個構思 這次只放了雙人床 這樣雙人床就可以放在廁所門口 這個位置 那去廁所一定要經過床尾 那如果想善用多些空間 就要在床尾上床 那床旁邊就好 就放一些衣櫃 就是遮住它 我這裡放了1.5個 一個梳門加一個單門 那大門口的另一邊 都放了兩個大衣櫃 L型這樣放 應該有很多儲物空間 不放衣櫃可以放其他櫃 所有櫃的高矮 肥瘦厚薄 大家可以 隨意去調節修改 各個人的想法都不同 那 再過一些中間這個位置 就是放了一個雪櫃 對 那雪櫃旁邊就是 沙發 三座位沙發 那就對著 電視機和電視櫃 那 沙發再過一些呢 就是 兩個 書櫃 對 或者一些高身的櫃 那它的前面這個位置 就放了餐桌連四個位 對 那這個通道呢 那這個電視櫃和 將餐櫃中間的通道呢 都合窄的 那大家 可能就要考慮 其實 電視櫃可能要小一點 或者不要電視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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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去到第五個構思 仍然有一張雙人床在廁所外面 床側面就用電視櫃和電視機去選擇 當然在這個情況下買高新電視的位置 對著就是這個梳化 梳化三座位 不過這個方法 如果有人打到門進來就看不到電視 可能看不到半個電視 會阻礙 梳化旁邊放了兩個大衣櫃 對著廁所外面的床就放了兩個半截櫃 這個空位大家如果覺得不用放這些櫃 其實可以多用途 大家可能試試放一些其他東西進去 或者放鋼琴 放工作桌子 放按摩椅 或者是圍住給小朋友來玩 很多用途 對著窗口就放了一張餐櫃連四個位置 這次的方法比較奇特 坐三棉 因為想要旁邊的位置放一個雪櫃 雪櫃是比較大型的 如果用一個比較小的雪櫃 其實都勉強可以坐到一個人 因為比較瘦的朋友是OK的 其實這張櫃可以不太擺放 可以轉轉它 這樣擺放也可以 可以坐到三個人的最少 或者這樣也可以 大家擺放好之後 可以 擺放好之後 就可以更闊落的 筆櫃很容易可以轉位 很簡單的 比其他傢俬要搬動的時候 難度是最低的 高階的 一起看看3D效果 我先轉圈 剛才要看 轉圈 其實進去廁所根本的 通道這個位置 都有點窄的 其實這個 大家要考慮清楚 就是怎樣可以 可以改善到電視櫃是否要闊一點 不要那麼闊 這條路要闊一點 電視櫃就不要那麼闊 這張床尾不是要找到圓角的床會比較好嗎 或者如果睡這邊 如果睡兩個人 睡這邊的朋友可能要比較不要那麼高 或者通常一個人睡都沒所謂 床尾可能不一定那麼闊 可以窄一點 放大一點 然後到第六個構思 其實這個就是把剛才那兩個 之前那些再組合一次 大家都可以把不同的構思 組合出不同的東西 放在雙人床加單人床 窗口旁邊就是一間單人床的房間 雙人床一定不能選擇放在廁所門口 看看有沒有辦法 令到這條角就不要那麼軟角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床 可能要訂了 或者買一張短一點 所以就用了電視櫃來做間隔 在雙人床旁邊 電視機 對著一張兩座位梳化 雖然這間我是三個人 但是都沒辦法了 因為要放到餐桌 梳化都不會一起坐進去的 但是餐桌就通常要一起坐進去 最少要三個位置 這裡四個位置 都很重要 那廁所外面的床就放了半截櫃 再加一個雪櫃 其實這裡的通道是有點合窄的 也有一點 大家要考慮這些位置 大家是過不過度呢 看看有沒有怎樣處理 是不是一個小一點的雪櫃 將餐桌是小一點的 還是一些摺不起來的呢 不吃飯的時候就可以摺起來 變小一點 吃飯的時候就先打開它 對 或者這間房間可以縮小一點 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幫助呢 是不會幫助我的FUSH 一起看看3D效果 放大一點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小明星期間 小明星期間 我快要打開它 我沒有想到 你們 那半天 用 我們